如果我養得起的話 當然是越多越好啊 大家好 我們是好幫幫特派員 去年這個時候呢 爆發了阿翔偷吃的事情 多重伴侶 是不是就會對大家比較好呢 到了以後的小校園 來問一下目前的學生 對於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看法跟想法 話不多說 我們就走囉 各位同學請問什麼稱呼呢 阿妹子 請問一下 如果還沒有法律的限制下 你們會希望有幾個伴侶呢 六個 六個怎麼分配 一個星期有七天嘛 那我一天用一個嘛 然後禮拜天我要休息啊 基本的要件有什麼 一個帥的 一個很會跟我談情受愛的 然後一個會帶我出去玩的 然後一個會逗我開心的 然後一個很會煮菜會陪我去煮菜 那是六個喔 還有一個呢 有一個會打掃家裡 那是你養六個還是六個養你一個 我養他們啦 現在的小姐姐就是財力雄厚 然後那個體力又鍛鍊得很好 當然喔 問一下喔 如果說在不受法律限制下 您希望有幾伴侶 以我的能力是越多遠 越多遠喔 總要有個數字吧 大概100個以內 哇 大哥這樣子你體力負荷得了嗎 我就是說以我的體力狀況而定啊 可以一到一百個 那平常可能有在鍛鍊就對了 小鍛鍊一下 那你可以接受你的利益賣 跟你有一樣的想法嗎 我啊 男人的觀念可能也是沒辦法 那你為什麼可以 不是 因為你們是問我的觀念 但我不一定會去做啊 什麼稱呼 叫我徐徐徐 徐徐徐 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下 你會有希望幾個伴侶 一個 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只要一個就夠了 不管是民間法律的鬼伴 因為有時候心理上的支持真的是有一個用心的支持 其實你會感受到很多 這句話中肯 謝謝徐徐徐 你有沒有冰子 我是昌林 什麼星座的 摩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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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可以讓你有好多好多老婆 好多好多女朋友 你願意嗎 不願意 為什麼 身體太虛所以你不要嗎 對 你身體不好 對 所以沒有辦法應付太多個 對 我覺得只要一個人而已就好 一個人就好 你只能應付一個 對一個就好 原來摩羯座身體不好 只能應付一個 明白嗎 我也摩羯座 那你身體好嗎 我覺得我身體很好 現在就有一個摩羯座身體不好 真的應付一個 哈囉 你好 你怎麼稱呼 我是吳羽翔 羽翔同學 如果不受法律的限制下 你會有希望幾個女朋友或老婆 女朋友的話 可以多帶老婆一個就好 因為老婆必定是要跟自己生活一輩子 那女朋友你可以多嘗試看 跟自己誰比較好 比較合才能走比較遠 那老婆的話就是你真的要照顧一輩子 才是最重要的決定 那如果沒有法律的限制老婆 也可以很多個啊 這樣花費就很大啊 你好 你好 如果在沒有法律的受限下 你希望有幾個老公或是男朋友 就一個就好了 啊有很多個很麻煩 怎樣 就是要顧懂故事 不會都不用顧 那如果都不用顧啊 不用顧的話就不用啦 就當用主持用人就好了 幹嘛叫我 可是另外一半會給你很多愛啊 不一樣啊 不會我覺得太多了 太多了 很麻煩 你好 幾個什麼稱呼 叫我小赫就可以了 叫我小赫 不受法律限制期望下 你會希望有幾個女朋友 如果我養得起的話 當然是越多越好啊 哇 果然技能就是不一樣 身體有訓練夠強 身體有訓練夠強 需要更多的東西 基本的條件要有什麼 全部都要長頭髮嗎 不一定啊 都可以各種選擇 那當然就是不一樣的選擇會更好 所以你的另外一半如果這樣做也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 難的都是佔有率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以 然後另外一半不行 嗯 太棒了 謝謝小赫 鳳姐你好 請問什麼稱呼 我叫宇智 在沒有法律的限制下 你希望有幾個老公 覺得一個 一個確定夠用嗎 過用的 請問你什麼稱呼 我叫蘇宇 如果在沒有法律的限制下 你希望有幾個老公 兩個或三個吧 35246啊 35246 因為一個的話 可能滿足不到你的需求 是肉欲嗎 可能只能給你肉欲 不能給你錢 所以一個肉欲一個錢 對 一個肉欲一個錢 還有一個是什麼 幫我做報告 幫你做報告 OKOKOK 所以一個教授 一個是 商人 絕對要商人 絕對要商人 還有一個是健身的教練 如果有三個 折一重的話 請和蘇宇聯絡 真難有重 經過了校園實測之後 發現了 大家對於一夫多妻 或是一妻多夫的想法 還是存在著保守觀念 好像沒有太多興趣 是 當然還是比較喜歡 一個老婆或一個老虹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可以請按訂閱 謝謝大家